base, récup共プロ・5 Pro.3 Sharappi 今次邀頓希望今次有ユ浩钟 Hello Cyrus Hello,大家好 你好 知道你沒有做主播一段時間 但一直在一些網上平台都會看到你 也想更新一下你一些近況 其實沒有做主播之後 你自己跳了去做什麼呢 其實現在都有做freelancer 還有自己有份工作 跟我幾個舊同事一樣 自己都有份工作 現在就在一個貿易品牌裏做HR工作 專門幫他們聘請人 做recommend talk recommend day 那在以前自己 可能在主播的專業度 還有在現在你份工作的應用上 你們有沒有固定的 都有的 其實因為以前都要見很多人 即是見很多觀眾 現在就是要見很多人 因為我們公司很大的 很多單牌 所以要有很多recommend day 很多recommend talk 都要幫公司去做 有時候一些人都會 可能認託我 都覺得會approachable一些 所以都可以幫到公司走 但沒有做幕前一段時間 其實有沒有掛著 都沒有特別掛著 雖然以前的幕前是說幕前 但又不是做戲 又不是唱歌 其實都是報新聞 那會不會掛著 我會掛著報新聞時的日子 但會不會掛著幕前的工作 又沒有很特別掛著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人找我去做一下recommend day 都會考慮的 因為我看見 即是可能你的舊同事 即是現在 你們那批主播 可能已經走了很多 但他們保持著 都很好的曝光 可能每個人 可能有些人出了書 可能有些KOL 或者是在不同的範疇 都會見到他們 其實對你來說 你自己的心態是怎樣 跳了出來之後 是不是有這些工作 都是好 想不想保持自己的曝光 對你來說 我沒有特別去想 會不會保持曝光 但是 因為閒事 都會有些人來找 可能拍一下 做一下 一些訪問 例如之前蘋果 可能有interview 都會做的 其實都 我不會抗拒 但你說 我會不會 特地去找一些機會 不會的 因為我比較處理健康 有機會就做 你講到 有些傳媒找你 interview 為什麼呢 那時候找你 就是因為你健身 粗得很健康 上一次 見你做訪問的時候 還是很斯文 很英俊 現在也是很英俊 但是呢 大隻了很多 man了很多 其實是什麼 令你離開幕前之後 要去健康自己 這件事是為了什麼 而起的呢 其實那時候離開TVB之後 都覺得 我真的這麼說 那時候很瘦 因為以前 在TVB裡面 那時候 老闆說 覺得很瘦 相鏡不夠滑 那我之後 有了份工 那之後 那些時間 比較平常 那我就開始去找興趣 就開始自保做健身 那之後就一直做 好像有些結果 那樣 因為我有在社交媒體 分享 一些可能我做健身的 progress 那可能有報紙看到 那便找我 不如做個訪問 那我覺得OK 那當年你做訪問 就要再操身一點 那所以 那拍照之前 就 Diet 還有 操得密一點 那樣 那為了拍出來的效果 漂亮一點 但我見你的身形變化 都很快 其實 因為那時候都 真的很 strict 我的餐單 都挺地獄的 現在 我拍完照之後 就是之後 拍了一個封面 拍了一個封面 之後 都休息了一個多兩個月 現在 那 遲些可能會 又要再操練了 因為可能都在聊 有可能要拍一些東西 所以 有些工作機會出現 對 那都不抗拒 其實都是分享一下自己做健身 的心得 當然很多人比我身形更好 但是如果我幫到一些有留意我的人 那都很開心 對 原來就是 TWP 做的時候 可能的時間比較麻煩 就找不到時間去幫自己健身 對 一時我報完通宵 第二天可能休息一天 就回明天做 其實第二天全天都不會有那個 那個能力 那個時間 就是去休息 很難做的 你要去做健身 現在就固定一點 可以找到這個興趣 但是 你說 拍完封面之後 自己休息了一段 但是其實 人家做健身 有人的 真的會想保持位置 或是保持操得更漂亮 你自己有一個目標 還是怎樣的 都有 有目標 因為我之前 拍雜誌 和拍報紙 那時候 太長了 太盡了 我那時候真的 一日七餐都吃八十東西 真的很清理 所以這兩個月 我設定給自己 動過去旅行 之前去過十幾天日本 真的放縱一下 回到這次 如果想再操練 是想比上次更加好 所以都 因為真的要時間 其實 無論一部登天 所以都要給時間去操練 希望更加漂亮 我身體 但很多人說 操練得這麼健身 當然想展示給別人看 我都看你貼不少照片 上去你的社交媒體 少了 還有少了 是不是真的有成果 都想展示給別人看 還有 別人找你 可能你也說了 現在可能會有跌倒 都是關於健身的 都是要理脫 怎樣 其實我最近 可能留意了社交媒體 都少了很多 我少了很多這些照片 一陣子 一陣子就變了別的樣子 因為之前 可能那陣子拍攝 有個發展 即是FIDD 都想分享結果 和大家 但我會不會整天 很想貼上一些照片 不會的 因為自己除了做健身 我還有很多其他人 喜歡去旅行 現在也喜歡寫東西 所以最近都很專注 寫東西 分享去旅行的東西 如果時常有拍 再操練得更好 可能也不介意分享一下 但會不會密集式的帖 就不會了 你說最近開始喜歡寫東西 我都看到寫一些 可能關於外情像的東西 還有比較 MOODY 其實你想投放一個 或者你自己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你想給大家一個 什麼形象 我沒有特別去想 擺什麼形象 我自己覺得社交媒體 始終都是代表自己 那些就是我有一些感受 還有我真的想到的一些寫的東西 所以寫出來之後 有想過一下 翻譯一下一些字 始終都是多人留意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都是一些個人感受 因為我都很少寫政治的東西 因為政治 有些我就不會多加評論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還有我們那時候做主播 都訓練了我們 中立 中立 所以不要搞了 都是一些個人感受 可能生活上的一些想法 愛情的東西就OK了 我覺得 但是很少 一個大男人 講一些這麼深情的東西出來 你為什麼會想選擇 放自己這一面出來給大家看見呢 其實我個人也是一個比較多受善感的人 我覺得如果你有感受 用人之下表達到的話 在又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分享一下這些是OK的 讓別人了解一下你的內心世界 還有我自己喜歡想想 可能一些生活上的想法 如果我分享出來 幫到一些有留意我的個人 我自己都有滿足感的 因為之前出了一些關於愛情的文 都收到一些人有inbox我 說多謝我 導出你的心聲 我都會有滿足感的 所以是有時間 一個星期中抽兩三天的文貨 寫一下文貨 其實只是隨意不像這樣寫 我覺得我覺得不錯 這樣寫得不錯 就寫行方法 如果不是 你能夠留連一天的文貨 有沒有人問你 不如寫專欄 甚至會出書 確實有的 近來有些人找到寫專欄 但是我覺得未成氣候 我也是很難寫的 遲些我再看看 寫得如何方向下去 時間分配都很重要 如果我真的寫專欄 可能要出書 我真的要放那個時間下去 一定要交到工作 所以我覺得都是看我自己 一直的方向寫下去是怎樣 那個發展 寫得好 我覺得能夠管理 都不介意 我一直聽就很隨意而按 即是現在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跟著別範圍工作 那些東西就可以 你機會就來了 再看看怎麼辦 但其實你自己來到現在這個階段 你對自己的生活上 工作上 有沒有一個目標給自己的呢 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實我也享受自己的工作 因為公司都給我很多空間 即是放棄衣服 可能我出去有些freelance 他們又沒有特別阻礙我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我自己的空余時間 但你會不會經常請假的 這樣不會 因為管理了我都很好的 大家都夾我的時間 可能下班或者星期六去拍的 所以也很感謝其他人肯跟我配合 因為我本身已經做了一份工作 如果我在空余時間 我還要有很多壓力去做 我自己的freelance 我覺得我沒有休息的時間 所以我也是 真的抱著一個 比較放鬆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寫東西都不會勤勤著 現在繼續寫 有東西出我就出 有空寫得多便出 遲些時候真的覺得 我一星期一定有數量的文章寫出來 我當然到時會考慮 會不會在專欄上 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到時才算 其實同期和你同期有很多主播都走了出來 你有聯絡嗎 有 有 和黃禮國 月星站和陳嘉倩都會聯絡 因為當時都很朋友 還有大家出來 大家的情況差不多 所以都會分享一下一些大家 離開了主播崗位之後的一些 做事的心態 面對外面一些client PR 怎樣的做法 都會多分享 現在出街多不多人認到你 我沒有特別留意 你不見到我 偶爾也會有 偶爾也會突然間說 你很面善 你就會報新聞 最搞笑的是 有些人會說 你是不是哭過主播 我還是回答他 其實我沒有哭 真的是眼紅 因為到現在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一些人 是這樣影子我的 可能那時候的新聞真的很大 那時候的新聞 都真的挺有趣的 所以有些搞笑 甚至有時候 有來見公 都問我 咦 interview之後 就說 你是不是那時候 做主播 你現在做這裏 是否因為你以前不開心 我沒有關鍵 你瘋了 你瘋了 即是來見公的人 這麼大膽 我覺得有點搞笑 不過我都很友善 所以他們都可能直接問我 就是這樣 現在掛著一個 前主播的身份 放在自己身上 其實 再看一段時間 到現在 你覺得自己 背了這個身份上身 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其實 都沒有說是好和壞 我覺得 你說好嗎 不好就是可能 多人留意了 都可以說是好的 多人留意 因為可能 始終你香港人 這麼多人認識 你做什麼都容易一些 我覺得應該 那不好的就是 可能 始終多人留意了你 可能你在 界面上 要檢點一點 可能有時候出去喝東西 都會小心一點 即是盡量都 始終現在你知道 那些新聞 是可以一幅照 就已經做了整個故事出來 還有 前主播也是一個 挺好的題目 很多媒體都很喜歡 講那些主播的私生活 所以 都會敏感一點 自己對你一方面 小心一點 不會 街坊撞到街 對 不會 小心一點 被人拍到下生日 不過 都沒有什麼特別 對我大影響 都可以的 即是現在 很舒服地 好好地 翻譯自己的正職 然後其他事情 有機會 就隨意而安定 做還是不做 對 其實剛剛入獄了一筆年 今年 有沒有一個願望給自己 有沒有一個目標給自己 因為我這幾個月 開始寫東西之後 其實自己都真的挺喜歡寫東西 所以我最近都看得到很多書 因為 可能 不知道被人大了 你覺得 多看一些書 你可以令到自己想多些東西 你自己如果寫到一些東西出來 是影響到一些人的想法 幫到人 我覺得有滿足感 所以希望一百年 我自己都可以寫多一些好的文 有 positive influence的文章 和大家分享 我聽了你講 可以影響到別人 例如我提及了兩次 別人給回應 來接到那一刻 其實那個感覺是怎樣 即是初台有沒有遇過的呢 開始沒有想過 可能因為我之前 在我自己私生活上 有些事發生了 令到自己開始寫東西 我沒有想過 其實我純粹想要分享一些我的心得 但是收到也有很多 feedback 然後叫我繼續寫 也很驚訝的 開心的 被人稱讚我一定開心的 所以每次寫都會想多一些 寫好一些 雖然是自己的感受 都可以用字好一些 如何去表達 你私生活上的東西 其實是 塞隆室馬尼姆變成 是 你開了另外一道門 也是這樣 因為之前我都比較少寫 最近都很密 現在都很開心 繼續在你的網上平台 分享多一些你的事物 給大家知道 遲些如果有機會 還有一些新的動向 再找你聊天 好 謝謝 謝謝 麻煩了 謝謝